20歲曾慶男子一早騎車 要去上班 經過南投張南路三段時 才一過彎人瞬間消失在畫面中 家屬等不到人回家吃飯 打電話又沒人接 急得上熱鍋上的螞蟻 向警方報案 聽到我講話喔 不是 你怎麼了 我跌倒 你跌倒喔 你剛好騎車嗎 有 越南男子過彎時撞上護欄 摔落兩層樓高 約10米的邊坡草叢 雙腳骨折爬不起來 手機放在機車上無法求救 我們等一下 他現在是頭下腳上對不對 對 等一下我會稍微翻正一下 然後你屁股稍微 就整個讓他翻正 消防隊出動三輛器 裁車和救護車花了20分鐘 才救出受困16小時的曾慶男子 你今天幾歲 20 好 你維持意識一下 好 還好警方透過衛星定位手機訊號 加上調閱路口監視器 不斷比對 聲明於當日六時許 行經該處 致狀不然 期間16小時均無人發現 手信警方急時尋獲 宛如電影情節般 過彎憑空消失 民眾一度還以為遇到靈異事件 歷經16小時受困驚魂的男子 被救出時 早已全身無力虛脫 經過治療生命跡象穩定 一場車禍一度受困 多虧手機訊號救了他 三天熊悟空 南投報導 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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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